凌华 萧公 你们已经到了 二位早上好 我们从泽维尔先生那里听说了 你们昨天下午的进展很顺利 凌华呢 你们昨天有去哪里玩吗 昨日分别之后 哥哥就去莫芒宫拜访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先生了 我本来也想一同前往 但哥哥说他一个人去就行 让我多观览风丹的风景 感受当地文化 所以我就和萧公一起乘寻鬼船 去了伊犁耶岛的歌剧院 结果歌剧院旁边有两位机关人偶在跳舞啊 你们知道的吧 对对对 就是那个 哇 那也太神奇了吧 我们在那边坐了很久 感觉怎么都看不厌 我们第一次也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还去海边游泳了 准确来说是潜水吧 我还是第一次在水下呼吸 我牵着凌华的手 我们一起数数 三 二 一 然后扑通一下门进水里 一开始我还是不敢张口 等到实在憋不住了才下定决心 打心一口 结果没什么味道 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闲 但回过神来 我居然已经在正常呼吸了 好奇妙的感觉 听灵华说 我太过紧张 多把她手给捏疼了 嘿 她倒是适应得很快 我心想旅行者能坐到 那我们一定也可以 就安心地潜下去了 风淡的海底的确很漂亮 我喜欢那些在水中盛开的海陆花 看起来像夜晚街道上的烛灯 还有好多在倒计看 都没看到过的生物 那种会咻咻咻发出刀光一样的鱼 还有见到人就 嗡嗡嗡的胖胖鱼 哦 是猎刀摇和蓬蓬兽吧 嘿 蓬蓬兽 这名字好可爱 这要是回去和老爹 还有大伯们说 他们恐怕都不会相信吧 小宫在海里游了好久 直到天黑 我们才乘坐寻鬼船回到风淡亭 我都担心他今天会累到睡懒觉 我也怕自己起不来 晚上睡觉都感觉自己还在随着海浪 一摇一摆的呢 但今早睁眼 想到能和大家一起拍影影 就一下子有精神了 说到拍影影 其他人去哪儿了 哥哥和泽维尔先生一起 在和饭店老板协商 拍摄场地的相关事宜 应该很快就会到 其他人 我们来了 抱歉到得晚了些 我刚结束特行队 扫山十公里的陈炼 多少 困死我了 在楼下就听到你们聊天的声音 真羡慕各位有用不完的活力 几位早 早 谁能帮我去点杯咖啡 多点奶烧点糖 我去帮你拿一杯吧 你别去 过来这边坐好 我帮你化妆 要是衣服沾上咖啡渍就麻烦了 我就去 这是朱里该干的活嘛 他精神看起来真好 是有什么条理的秘诀吗 小宫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啦 倒是弗宁娜看起来很疲惫 是不习惯早起吗 当然不是 我可是花了一整晚 从头到尾重新读了一遍小说 把我觉得需要山改和强调的段落 都全出来了 哇 没想到你对这件事这么上心 哼 再怎么说我也曾是 风丹人气第一的明星 怎么可能是浪得虚名 该认真的时候 我还是会认真的 我扮演神的时候都尽心尽力 又有什么理由 不认真演绎自己的人生呢 弗宁娜导演 您的咖啡来了 谢谢你 不管是这个称呼还是咖啡的香气 都如同清晨鸟儿的提名一般 亲人心批 看来大家都准时到场了 已经和这里的老板协商好了 饭店二楼的区域可以作为取景地 供我们随意使用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他很看好这部应影 也希望这能为他招揽更多的客人 那么泽威尔先生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好的 谢谢 先向大家介绍两位新成员 这是我们团队的道具师 威洛妮卡 他将负责 应影拍摄时 所用到的道具 这位是我们的灯光师 伯诺 负责拍摄时的灯光设备 和氛围照明 真的有专业制作团队的感觉了呢 请允许我先向各位 质疑我最诚挚的谢意 就在昨天 投资人告诉我资金跟不上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这部应影 又拍不下去了 但没想到 出现了这么多 愿意帮我的人 我真的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别这么说 泽威尔先生 我们都很荣幸 加入你的应影团队 还在到期的时候 您的作品就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日后这部作品 一定会成为 风单与到期 文化沟通的桥梁 我是为了故事才来的 我可不敢想象 这部片子 没了最好的导演 会变成什么样 总之 我向大家保证 作为这部应影的制片人 我一定不惜一切 确保它能顺利上映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阴影 它包含着诸位的心意 还有咱们即将为其付出的 无限心血 那么我宣布 应影两个冲枪手 正式开拍 弗宁娜导演 现场就交给你了 好了好了 大家都看过来 第一场 先拍两位冲枪手 在伯爵家的懵懂阶段 灯光和道具室布置一下现场 两位主演先去一旁化妆 群众演员过一下站位 弗宁娜导演 弗宁娜 在此后 看着它起来 他好像还是有些心理阴影 总之 我们也去看看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吧 我们也去看看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吧 放这里就可以了吗 再往左边一点 好的 小公 需要帮忙吗 哦 没事没事 我不忙 灯光布置和放烟花很像 想象着它等下会营造出的氛围 可有意思了 我记得旅行者负责摄影 派门负责场计时吧 真适合你们呢 哦 是因为我飞着打板很方便吗 嘿嘿 这也有了 但我说的不是这种适合 我是觉得你们一路旅行相伴 合作起来一定会非常默契 毕竟摄影师需要在场地打板后才开始拍摄 我没记错吧 原来是这样嘛 啊 阴影还真是神奇 小公小姐 那边的灯也拜托了 好 这就来 那我先去帮忙啦 待会儿再聊 这么多人合作拍一部阴影的感觉 真的好令人激动 小公还真是乐在其中 我们的确像小公说的那样有默契吧 能听到你这么说真好 灵花和我提起过你 说你们儿时感情不错 别说话 我在思考你眼睛的妆容 为了贴合故事主角 为了解决懵懂这场戏的问题 是我眼旁的周恩太深了 是你眼里的城府太深了 还是和以前一样直言不讳 安静 这个就是冲枪吗 只是根据冲枪的样子制作的道具 做得不错 你见过真强 只在书本和报纸上见过 这是我参考着图片上的比例 和形状制作的 需要拍摄的时候 在枪口涂上一些特制的火药 就能展现出开枪时的火光和烟雾 也就是说 枪械的后座力需要演员去展现 没错 还有枪响 其实也是通过后期剪辑加入 谢谢你 威伦妮卡 我知道该从哪里入手指导了 不过 冲枪的齿轮和撞针处 要再调整一下 加一些金属摩擦的痕迹 会更加真实 另外每次拍摄前 用油擦一遍 只会显得枪械经过细形保养 我明白了 不愧是夏沃蕾小姐 看来您平时经常和枪械打交道 我每天都会保养自己的枪械 从不懈怠 对冲枪手来说 这就和吃饭睡觉一样 不会忘 我也会每天保养自己的刀剑 熟悉它的形状 重量 让它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这样在关键时候 它才不会背叛你 没错 看来在这方面 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感觉他们二人找到了共同话题呢 我使用的冲枪和这个道具不太一样 不过 我还是能告诉您一些要点 好的 那就烦请您赐教了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 枪口永远不要对着别人 不管是真枪还是假枪 枪在手中还是在桌上 对敌人 那是另一回事 我明白了 举枪使手伸直 与肩平起 眼睛穿过表尺和准心 描向目标 这样吗 差不多 试着说台词 这就是你的目录 身子再侧一些 这样你留给敌人的目标更小 肩膀放松 我来示范一次 这就是你的目录 试陪一下千知小姐 弗宁娜导演 有件事想和您商量 嗯 你说吧 这样 嗯 好多了 您觉得怎么样 嗯 我看到了 你说的有道理 但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这样或许更合适 好吧 看你那么坚持 我知道了 灵花小姐 夏威蕾小姐 能到我这边来一下吗 什么事 这就要开拍了吗 我们过去吧 什么事 那我直接问吧 夏威蕾小姐 你愿意来出演冲枪手这个角色吗 什么 准确来说 是我想将我的角色 让给夏威蕾小姐 可是 哥哥 别担心 灵花 这对我来说反倒是好事 我原本还在想 要怎么再拍摄之余抽出时间 去联系陌芒宫的人推进文化合作事宜 听说这里的手续很复杂 现在 我可以专心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了 而且你知道 我不太适合抛头露面的演戏工作 真的没关系吗 从导演的角度 我也觉得原著里两个冲枪手的关系 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故事里的哥哥在事件中占据了主导 盛气凌人 这让妹妹的戏份被压了下去 无法体现二者相互扶持 相依为命的主题 但要是把两位主角换成年龄相仿的姐妹 这部片子反倒更有看到 而且我看到你知道 凌花小姐的样子了 那冷酷威严的气质 正是扮演冲枪手的不二人选 当然 说了这么多 最后还是得看夏沃蕾小姐的意见 我记得夏沃蕾很喜欢这本小说吧 他应该会响演的 好 我接下这个角色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现在就着手剧本的修改 灯光 道具 服装 马上根据演员的情况调整 啊 我有预感 这一定会是个超越原著的故事 多谢夏沃蕾小姐 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您言重了 我喜欢这个角色 这么说来 该是我谢你 既然是哥哥的考量 那我也不再担心 走吧 夏沃蕾小姐 接下来还拜托你多多关照了 叫我夏沃蕾就好 你就是这么解决我化妆遇到的难题 你说笑了 我更多还是为了公事 得了吧 这理由哄不到我 灵华口中的哥哥 可是能同时处理实践式的人 你肯定还有别的理由 或许是吧 灵华一直说想出来看看 像旅行者那样拓宽自己的眼睛 但我觉得 她需要的不只是他国不同的风景 还需要一些不同的朋友 如果一直有哥哥在身旁 朋友就不那么容易交到了 你这个哥哥就继续宠着妹妹吧 灵人 好可惜啊 我还想看你是怎么演宠枪手的呢 二位就别寻我开心了 我打赌 你们心里也觉得我不适合说出这些台词 其实我还真想象不出 遇了莫芒宫的人晚些见面 现在有更多时间准备了 摄影师准备 场地准备 演员准备 第一场戏要开拍了 去吧 灵华就拜托你们了 放心吧 期待各位的成片 好了 各就各位 我简单说一下这场戏的要点 这是两位主角 还住在伯爵家时发生的事 他们被家中人排挤 恶语相向 但还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 这个懵懂的度要把握好 夏沃蕾扮演姐姐图丽佩 雷花小姐扮演妹妹艾瑞斯 摄影师注意 在关键时候给到主角特写 那么 全场安静 三 二 一 开始 姐姐 母亲她已经出去很久了 可能是绕路去采花了吧 母亲她喜欢花 艾瑞斯 图丽佩 我回来了 母亲 您这次去的好久 我和姐姐都担心死了 抱歉抱歉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看 这是你们爱吃的苹果馅饼 母亲 你手上的瘀青是怎么回事 哎 有吗 那 一定是昨天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吧 可早上我都没看到这些瘀青 那一定是我出去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吧 说起来你们在家里玩得还愉快吗 嗯 怎么了 艾瑞斯 其实 大家都不愿意和我们玩 他们还抢走了艾瑞斯的玩偶 抄我们吐唾沫 他们骂我们是 是 没事 没事 女儿们 听我说 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都不重要 他们无法用单纯的词语来将你们定义 你们所拥有的人生 正如你们的名字一样 是无比绚烂的花朵 或许她现在人含苞未放 但总有一天 她会绽放得比任何东西都要美丽 不要让现在的土壤 掐灭了花儿将来的盛放 懂了吗 我的乖女儿们 停 这条不错 演员的情感也很到位 可以保留 另外 场季下次打板时 不要喊出声音 好 好的 太好了 我还担心刚才自己太紧张 夏娃雷你呢 我没什么 台词没有太多难度 应该是导演为我改过 两位演得都不错 完全不像是第一次接触应影 再有些自信也可以哦 谢谢您的鼓励 演员就位 我们在多试几个角度后 就进入下一场 这场是两位主角回到家中 发现母亲遇害的戏 准备好 三 二 一 开始 母亲 我们回来了 母亲不在吗 母亲 姐姐 艾瑞斯别过来 艾瑞斯别过来 为什么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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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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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杯里,是毒药。这杯子的药是…… 这帮贵族,连藏都不打算藏一下吗? 埃瑞斯,该走了。 走…… 母亲已经不在了,我们还能去哪里? 去哪里都行,我们得离开这个家。 可是……难道就让那些人…… 我们会报仇的,我向你保证。 但不是现在。 你不在。 走吧。 不…… 等等…… 不能让母亲就这么死去。 至少…… 让我在她胸前,放上一朵纤维。 对,我们…… 不就是为了给母亲买这个才出去的吗? …… 好。 …… 再见了,母亲。 我们…… 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停! 漂亮! 真的太出色了! 我的天! 林花,你也太厉害了吧! 那些眼泪是真的吗? 怎么流出来的? 我也很惊讶。 谢谢你们的肯定。 其实,我只是听到导演喊开始之后,就告诉自己什么都不要想。 单纯去感受故事中主角的心情,融入在其中。 这和练习见到的心得相仿,什么都不想,尊重于体会眼前的一切。 这姑娘……难不成是个演戏的天才? 大家进一进! 我们要开始下一场啦! 哼……这就结束了嘛! 打扮器我都还没玩够呢! 怎么样,胳膊酸嘛! 你可是一直在举着摄像机呢! 二位辛苦了! 夏威蕾也演得不错呢! 这部小说我翻了很多次,能参透主角心理。 怎么样? 还记得我昨天的请求吗? 哦! 我玩得太高兴,差点忘了。 是说案件手法和故事里的挺像对吧? 嗯……具体是哪里比较像呢? 故事里的主角成长后,成为了两位冲枪手。 每次都使用冲枪进行复仇。 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在死者身上放上一朵红彩蔷, 以此发出我们回来了的信号。 没错,你很敏锐,就是小说中的红彩蔷。 诶! 这……这真的让人越来越在意了。 特别是看完今天的剧本, 连我也止不住会想,是不是真有什么隐情。 旅行者,你觉得呢? 你脑袋聪明,我听你的。 好,我代表风丹特巡队,感谢你的正义感。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调查。跟我走吧。 啊?现在吗?我都拍了一天戏,好累。 有下者的情报,往往在天黑以后才露眠。 他们仿佛海上的孤岛,要是不打起精神, 你就会在迷雾中与之擦身而过。 我喜欢那本书里说的。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调查呢? 先去几处买零件的工坊吧。 如果罪犯需要自己知道枪械,就很有可能光顾这些地方。 欢迎光临来书的发条工坊,几位有什么需要吗? 我想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来买过一些比较特别的零件。 特别的零件?您指的是…… 就是不会用在发条玩具上,而是用在枪械上的那种。 这,瞧您说的,我们可不会卖那种。 我不是找你麻烦,单纯在调查案件,希望你配合一下。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零件是能用在枪上的。 有没有以个人名义来购置零件的人? 买玩具的人倒是不少,但购置零件的都是以公司名义过来进货的老顾客。 这样吗?我知道了,谢谢你的配合。 这是小店应该做的。 诶,这不是笑我累吗?保养虫枪的油又用完了? 意思带来小姐,我想了解一下,最近有没有人在你这里订购过枪械的零件。 哦,在查啊。 嗯,让我想想……好像还真没有。 虽然最近千灵影节有一些人拜托我制作枪械道具,但我都拒绝了。 诶,这是为什么? 不赚钱呀,我的机械都是为了做真家伙准备的。 没精力专门为节日做一个新的木具。 那有人向你讨过什么零件吗? 这……我平时的废铜烂铁都卖到灰河那边去的,不会单独给别人。 我知道了,谢谢你的配合。 别客气,只要冲枪队多光顾我生意就行啊。 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追下去的信息。 目前还没有,我们接下来去会合。 诶,没问题嘛! 特训队队长出现在那种地方的话,不会受欢迎的吧? 诶,这样吗?原来你们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我就是在灰河长大的。 好久不见,踏脱。 有话直说。 我想打听一下,最近有没有人在讨论关于冲枪的话题。 情报是有价格的。 听说最近野外强盗猖獗,凡松阵的物资受到了影响。 我多支援一些人力帮忙如何。 哼,还是和以前一样好说话。 一个月前,有兄弟晚上喝多了,弄丢了把枪。 结果三天后,在酒馆角落里找到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就是他自己忘在那里了吧。 这里是灰河,朋友。 酒馆里但凡有没煮的直线东西,哪怕是这耗子都留不到第二天。 结果那支冲枪却被还回来了。 完好无损,没开过火。 吐什么? 我猜,是因为那枪有前科。 怕弹痕被主隐厅查出来? 或许吧,如果真是这样,那犯人还真是谨慎。 我没说有人犯案。 在灰河,知道谁被杀了就会知道自己今天穿了什么一样简单。 是住在东边的家伙对吧? 我向来不喜欢他。 每次只点一杯酒,眼睛里都是坏点子。 丢枪的那人是谁呀? 省省吧。 就算去问,他也不会像一位特群队队长,或是一位陌生人承认自己有枪的。 他说的对。 我知道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我雷。 尽管刺眉会欢迎你,但你离开的久了,有好多人不认识你,还有好多人不喜欢特群队。 我知道。 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给你个建议。 最好少在这里抛头露面。 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而且鉴于工作原因,恐怕还可多来几次。 好吧,反正建议我是给了。 你好,我想打听一些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别紧张,我没想逮捕谁。 一开始都这么说。 是真的。 我用这个向你保证。 我……我没看错吧? 特群队队长在贿赂名证。 看来你不是一般的禁备队。 想知道什么? 最近灰河,有没有什么和冲枪有关的事件。 大大小小都可以。 冲枪啊。 我只知道从两星期前开始, 晚上就经常传来几声巨响。 把我吵得从梦里下醒。 枪响。 大概吧,在这里区别不大。 谁家房烟掉了,哪里管道突然炸了。 总之都想得很。 但我说的那几次,都是在入睡后听见的。 知道具体位置吗? 是。 啊……记不清。 是记不清,还是要再想想。 你觉得呢? 那麻烦再想想。 他又滴摩拉了。 是南边水道的镜头。 我有次睡得浅出去看过,但没敢走近。 我知道的就这些。 行,我相信你。 谢谢你的果果软糖啦。 没什么好惊讶的。 我说过自己在这里长大, 这些手段我都清楚。 真可惜。 我刚刚分完了。 我倒是还带了很多其他罪恶的食品。 薯条、炸鸡、洋葱圈。 但消灭罪恶是我的职责。 就不用你出手了。 我们继续吧。 坏了的木板和碎掉的木桶。 还有一些……酒瓶? 仔细看,潘某。 虽然被清理过一次, 但这明显就是被冲枪子弹穿透的胶痕。 也就是说,有人在这里练过枪。 酒瓶和木桶是用来当靶子的。 会是那位凶手吗? 我猜是的。 虽然会和有枪的人不少, 但没人会这么在意自己留下的弹痕。 更别说花功夫清理掉了。 走吧,我们继续调查。 应该就只有这些信息了。 感觉这里的线索比上面多呢。 嗯。 假设这些线索都指向我们的嫌疑人, 那么大体能得到以下推论。 一个月前,有人捡到了一把枪, 将它带回家后, 可能经过拆卸, 弄清枪枝构造后又还了回去。 经过几星期时间, 他自己拼凑出了一把冲枪, 带到灰河来练习打靶。 然后在几天前, 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实施犯罪。 并且像小说中那样, 放上了一朵红彩薔薇。 嗯, 虽然听你这么一说是顺的, 但还是很难知道凶手是谁。 死者生活在灰河, 据说常年独来独往, 生活状况窘迫。 嗯, 这也是我没弄清的地方。 如果真的像小说中那样有隐情的话, 这应该是一场仇杀。 但调查结果是, 死者没有明显的仇人, 他本身坏事没有少做, 只是没有那种, 会让人对他开一枪后留下蔷薇的仇人。 犯人, 到底在传达什么信息? 又是在向谁传达呢? 我们一开始就排查过了。 他声称, 案发当日一整天都在歌剧院, 那里的检票员也证实了他的说法。 也就是说, 他有不在场证明? 不只是这样, 他还缺少动机。 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父母健在。 我深入调查过, 他是六岁时被领养的, 走的是正规手续, 六岁前在孤儿院已有记录。 小说中两个主角的母亲被杀, 也是在他们十岁以后的事了。 虽然小说有可能改编了事实, 但我不愿意被这个思维套进去。 更重要的是, 我和他说过话, 他不像是敢拿起枪去杀人的角色。 那现在怎么办? 听起来线索还是断了。 我没指望一天就抓到犯人, 调查还需要时间。 这样吧, 我们这几天就正常拍摄映影。 拍摄结束后再四处调查一番, 线索总会出现的。 可你不是还说这些情报的孤岛, 会很容易和你擦身而过吗? 太萌, 书里还有一句话我没告诉你。 呃, 是什么呀? 但只要你在迷雾中航行得够久, 总有一天, 会撞上一座孤岛的。 你会撞上一座孤岛的。 特巡队队长在灰河长大, 很奇怪吗? 我也很意外。 有段时间, 我还觉得自己 再也没机会加入警备队了。 但只要你实力够硬, 攻击够多, 总有一天会被认可。 反过来说, 灰河也造就了我, 在某些方面。 比如怎样同罪人交易, 怎样同罪人一样思考。 当然, 这就当作我们之间的秘密吧。 爬上来的过程吗? 的确很难。 但只要你实力够硬, 攻击够多, 总有一天会被认可。 反过来说, 灰河也造就了我, 在某些方面。 比如怎样同罪人交易, 怎样同罪人一样思考。 当然, 这就当作我们之间的秘密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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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